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猛,大猛今天上午,买了一根牛鞭,两个牛宝,大伙看这牛宝宝,看着还算不错,挺新鲜,我先把这个牛宝,表面这层膜给它剪下来, 咱再把牛鞭,表层这个膜,也给它弄下来, 牛鞭表层的膜,还有这个牛油,我都给它弄下来,现在我把牛鞭切成段, 然后把牛鞭从中间,给它剪开,这个牛鞭硬度太大,剪不开,太费劲了,好费劲啊, 咱把这个牛鞭,还有牛宝宝,咱都给它洗一遍,洗干净, 咱把这个牛宝宝,还有牛鞭,焯些水,倒点料酒,放几个姜片, 咱把锁料准备一下,切点葱姜,花椒大料,辣椒桂皮香叶,炒好了捞出来, 洗干净,牛鞭和牛宝宝,我发现焯完水之后啊,这个牛鞭啊, 棒棒的硬啊,把洗干净的牛宝宝,再给它切成厚片, 哇塞,哇塞,哇,吓我一大跳,吃出来一些水, 在这把牛鞭给它打上刮刀,哇,好硬啊, 锅热了,咱倒点油,油热了,咱把佐料倒进去, 把佐料炒出香味,好了,倒清水,倒点酱油, 料酒,放点盐,咱的牛鞭已经炖上了, 据说啊,这个牛鞭特别的难炖啊,炖上两个小时, 这个牛鞭已经炖好了,现在呢,咱把那个牛宝宝放进去, 盖上锅盖,炖15分钟,好了,炖熟了,咱现在盛出来, 据说啊,这个牛鞭很薄,大家都明白哈,我尝一个, 什么味道的,吃起来啊,筋筋刀刀的,有点像咱之前做的牛蹄子, 还做的那个牛的那个,隔了瓣呢,那种那个,蹄筋那种, 没有别的味道,就是感觉筋筋刀刀的,像蹄筋一样,吓个大跳, 再来一块这个牛宝宝哈,大伙看这个牛宝宝哈,这个造型上一个帽子, 第一次吃哈,尝一尝,略微呢,有一点点那个腥味, 有点面面的感觉,没有其他什么味啊,还行还行还可以啊,还挺好吃的, 还有牛肉呢,这个牛肉啊,我就不形容了,它是不是那个, 不说了,光吃不说哈,这牛肉的味道,还是很香的, 再来一块鞭,口感抗弹,来,大伙看这鞭,切的还挺漂亮啊, 再来一块牛宝宝,这块比较大啊,这正八斤里的下牛菜啊, 嗯,行了,今天咱的视频啊就到这呗, 我呢继续啊,补一补,这个朋友们啊,该补的也补啊,对不对啊,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!